在酒间火车站附近吃了一份黄闷鸡 也暂时价格不敢先信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杰 我现在监视的酒间啊 这里是酒间的酒间火车站了 看到没有 现在时间是中午的一点多了 我午饭还没有吃了 我等一下的话就在这个火车站附近或者是里面吧 吃个午饭 顺便带大家去了解一下这个酒间站的消费怎样的 贵不贵 先带大家看一下这个火车站的站楼吧 可以看到这个站楼啊 比较霸气吧 王溪益州 可以看到这附近啊 很多高楼大厦呀 因为酒间市啊 是间西的第二大市啊 所以说 这个经济实力啊 在间西都是排在前茅的 我看了下前方 好像没有什么快餐吃吧 那边好像有 有好像没有 我第一次来呀 看了下前方 好像没有吧 这边有便利店 超市 前方有快餐 哦 那就去前方看一下吧 走到这里可以看到还挺多餐饮店的 前方有那些黄焖鸡 汉堡拳鸡 大碗面 要不就去前方吃个黄焖鸡算了 那个黄焖鸡 啊 那个黄焖鸡 这上菜很快呀 一觉就往上来了 现成的 大家尝一下 在酒间火车站谁对面吧 吃一个黄焖鸡 要多少钱 我先吃吧 吃完这个给大家 这个鸡肉分量看着还算可以吧 土豆 萝卜 还挺鲜的 尝一下 这个土豆很涌落 而且浸泡了这个淡气之后 更加的健鲜味吸毒啊 挺不错的 尝一下这个鸡肉 挺用味的 好了 我吃完这个黄焖鸡了 一共花了我25块 这个价格大家觉得怎样 反正要我感到挺意外的吧 这个价格在别的地方的话 应该只需要15块就可以了 这里的话 要25块 贵10块左右吧 但是一想到这里是 火车站附近就觉得挺合理的吧 好了 大家觉得在 有间站附近吃个黄焖鸡花了25块 觉得贵吗 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那这视频拍到这 我们下期见 拜拜